Hello 大家好呀 今天是圣诞节嘛 祝大家圣诞快乐 然后呢就是 教大家做一个圣诞 小鹿帽子 这是我刚刚画出来的纸样 这个是鹿角 然后就是鹿的耳朵 然后这一部分就是帽子的主体部分 这个 相较于我之前在 动态里发的那个纸样 这个帽子会大一点 这三片呢 就是今天做的帽子的纸样 然后你如果想要围巾的话 就是帽子和围巾一体的话 你就可以 再加条围巾 耳朵的 耳朵的纸样呢 我们画两片 两片这样子的 然后两片礼布的 这是耳朵的纸样 一共画 四片 然后 鹿角呢我们用一块 红色的布料 鹿角 画两片 等一下的话这边就对折就可以了 这是鹿角 然后 帽子主体部分呢 我们就 就也是画两个表布 两个礼布 就一共四片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帽子 我还是要有一条长长的围巾 两片耳朵 两片耳朵 是这样子的 然后两个鹿角 然后 一片里布 表布 然后还有围巾 围巾的话 你去左边 就是一边要短一点 一边长一点 然后开口是在这儿的 鹿角的话 你要先把多余的布料剪掉 不是这是耳朵 耳朵的话我们先把多余的布料剪掉 然后翻出来 然后呢 就是这边不是表 表布吗 就这样子往里折一下 就左右两边都往里折 这样子是不是耳朵的形状就出来了 然后呢 就给它撤一下 做个记号 另一边的耳朵也是这样子的 好 鹿角的话呢 也是把多余的布料剪掉 然后 然后 这块鹿角 中间这块部分呢 给它往里剪一下 剪刀 然后 把鹿角呢 也翻出来 好 有点像爱心 看出来以后的鹿角有点像爱心哦 好 然后呢 就把这块表布和鹿角呢 缝一起 就这一边是正面嘛 正正相对 所以 现在都一直不高兴 处理一下 然后就可以缝起来了 把多余的布料修剪一下 把多余的布料修剪一下 然后呢 在这里 就头顶部分 画个记号 左右两边都 都画一条线 然后画一条线 看一下是不是对齐了 差不多了以后呢 就 剪刀 把它剪个开口 对折 然后剪个开口 对折 然后剪个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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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边都这样子 然后两边都这样子 开口呢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一个鹿角 可以先把鹿角和耳朵 稍微先缝一块 然后 左右两边都是这样子 先把它们两个缝一块 然后呢 就可以从刚刚剪的洞里 剪的洞里面装出来 然后缝好 然后缝好 这样子我们一边的鹿角就缝好了 另一边呢 有这样子 鹿角在里面中间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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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想要围巾的话呢 你只要把下面这条缝好就好了 要围巾的话就缝个围巾上去哦 围巾的话是 先把这个开口的一边和这个帽子先缝起来 如果要加条围巾呢 就是先把这个开口嘛 开口的一边和这个帽子先缝起来 先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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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一边缝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啦 这边的开口和围巾就用缠针法把它缝起来 就一直缝,缝好就好了 只要出出来的就是这个帽子嘛 给正常的发型的娃带它就缝好 然后因为我们家泡芙它这个发型被我改成丸子头有点大了 所以我就着着帽子的时候就给它改的大一点 如果你们家的娃的发型是没有插丸子的 你就按这个帽子的质量就是这一片就可以了 然后围巾的长度大概要多少呢 你就左边这一边就这边下来到手掌这里 因为一开始我是想在这边再加个袋子 就可以当它的手套嘛 就手可以插进去 然后现在不是没有做吗 没有做就只能当围巾啦 不能当手套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帽子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帽子 绕一圈 回来 哇,超可爱的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帽子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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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